近几年来,我国的影视圈发展得越来越好了,国内各种综艺节目层出不穷,要问最有名的综艺节目是哪一档,相信大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吧? 没错,这档节目就是奔跑的兄弟,作为一档已经存在了四年综艺节目,经历了不少的风波,但是只要跑难开波,那么收视率一定是稳稳的第一,奔跑的兄弟这档综艺节目,每季都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欢乐,其中邓超和陈鹤这两个搞笑,担当承担了大部分的笑点,其他几位成员也扮演着的不同的角色,虽然现在奔跑的第六季已经收官结束了,但是有关于这档综艺节目, 的话题却一直没有断过,以往每季的综艺节目结束以后,网络上就会掀起一阵有关嘉宾退出或换人的消息,在第六季收官结束以后也是一样的,第七季奔跑吧的受邀嘉宾是非常受人关注的一个话题,近日奔跑被家族的官方微博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,奔跑吧第二季将在2019年播出,常驻嘉宾依然为原班人马,不过很有可能会加一位人气明星,作为家族的新成员, 这样一来奔跑吧,这档综艺节目就有了八位明星,奔跑被家族的这条消息出来以后,很快就占领了热搜,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评论,猜想下一季的人气明星究竟是谁,网友们纷纷为自己的爱豆拉票,在评论区里热度, 最高的四位明星分别是蔡徐坤,王鹤蒂,朱正廷和陈立农等几名小鲜肉,近几年来,娱乐圈的小鲜肉层出不穷,不论是电影电视剧,还是各种综艺节目选秀节目,都有小鲜肉的身影,小鲜肉都渐渐成为了当今影视圈的主流群体,如果下一季,跑男真的要加一位成员。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